卢晓晴连续三回合保持领先 日本LPGA提供 记者赵新天综合报道 原日保持领先的旅日名将卢晓晴 今天在日本LPGA巡回赛封观战 立光杯女子日巡警标赛第三回合 以67版玩赛总计203港继续保持领先 第三回合主要竞争对手李明英成绩相同 让卢晓晴继续以两杆之差领先 这回合前十三洞打完 卢晓晴只转进三只小鸟 同组的李明英在第十四洞抓下搏地时 一度追成只差一杆 卢晓晴靠着最后两洞连续搏地收尾 才夺回二杆优势 这回合五个搏地 无搏技表现堪称完美 年度赏金女王之争 李明英必须拿到冠军才有起码的条件 还要看日本好手林默爱 这场比赛会不会跌出15名以外 目前奖金占居第一的林默爱 今天已七十赶完赛 总计214赶并列13名 明天他只要打进单独前六名 就能登上年度奖金后座 奖金排第二的金和纳 也是214赶并列13名 最后一天赢得封关战冠军的机会不大 要抢奖金后座的可能性更低 卢晓晴日本LPGA提供 卢晓晴日本LPGA提供 卢晓晴日本LPGA提供